哎呀兄弟们这个手套终于掉了 那好我们的人造人计划正式开启 好的兄弟们这一期的话我们就开始改造我们的身体了 我们要朝着赛博风格改造 但是我们现在搬了一个家 可以看到我们来到了一个地下室 因为我们要放手术台放很多的东西 以前的海盗小屋空间太小 现在呢我们已经搬了一个地下室 但是这个地下室的位置并不是很远啊 出门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海盗小屋 这边放了一个标记啊 这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家 之后的话这个庇护所还是需要改造的 但现在就凑合用吧 这个箱子里边是我们昨天晚上收集的零件 收集了很多啊 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个扫描仪来扫描一些蓝图 放上一个眼睛 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好了一个数码扫描仪 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一切的开始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然后我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制作一个手术台 因为我们要改造身体嘛 所以手术台是必须要做的 然后呢再放一个扫描仪 不过这个扫描仪的话是需要用到纸张的 现在没有 家里边应该是没有甘蔗的 看一下啊 哦果然没有 没有的话我们就带一些金币和那些海盗善人换取一些甘蔗 我又回来了 宝贝们想没想我 来我看一下谁卖甘蔗啊 这是小麦 哦这边有甘蔗 那我们交换一下 怎么交换 哎 直接 哎 哦好 这样就可以交换了 半组的甘蔗应该是够用了 我们回去合成一些纸 然后就可以扫描了 合成了一些纸啊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手臂放上去 为什么非要放这个手臂呢 因为手臂 有了这个手臂 我们扫描出了一个蓝图 我们才可以做这个 呃 做这个手术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就等待他扫描吧 这个扫描还是特别精细的 而且需要20分钟 兄弟们 不是游戏里边的20分钟 是现实里边的20分钟 哦 10分钟 看错了 不好意思啊 那趁现在呢 我们就出去 然后继续打一些这个半机械的怪物吧 看能不能再掉落一些零件 呃 零件多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半机械人 各种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现在刚好天黑了 兄弟们 我们出去看一下 有没有半机械的怪物 我们收集一些零件 这边有很多小白 但好像全部都是普通的小白 没有半机械的小白吗 我们现在打这些怪物没有什么用啊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零件 但是到目前为止啊 我觉得我们这世界里边的半机械怪物并不是很多 应该是可以有这些加强半机械怪物刷新的东西 趁天黑啊 我们先把这些半机械的怪物宰一下 多收集一些零件 诶 这边好像有个半机械骷髅 诶 这个东西是半机械的 我们把它宰掉 看一下掉不掉零件 直接一枪 好的 掉没掉 看一下 诶 好像没掉 这边还有个半机械僵尸 给它来一枪 诶 它跑了 别跑 站住 把零件交出来 诶 好的兄弟们 掉了一个零件啊 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 那下边这过程给大家加速一下吧 能收集多少是多少 啊 天都快亮了 兄弟们 搞了一个晚上 并没有收集多少零件 我们看一下这个扫描仪 扫描好了没有 还差一分多钟 那我们去等会吧 看能不能出蓝图 诶 不是 这为什么时间又增加了呀 那我们要不然就先不等了吧 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拆解台 呃 就是一个背包 需要用它黑钥匙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去矿洞里边 找一些黑钥匙 家里边有一桶牛奶啊 我们把这个牛奶喝了 就是一个水桶 省得我们再做了 临走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眼 扫描好了没有 哼 没有出来 现在的时间又来到了十分钟 又开始重新扫描了 那好吧 我们走 我们去打个桶水 然后去找一下岩浆 挖一些黑钥匙 不过问题来了 兄弟们 这个世界里边到目前为止 我好像并没有发现水 确实啊 兄弟们 这旁边全部都是高山 然后还有雪地 没有水 哎 我们之前到那个村座里边 是不是有水啊 我们直接传送过去看一眼 哦 果然兄弟们 一口水井在这里 我们打个桶水 然后继续走 找岩浆的话 我们就去我们之前的矿洞里边 这个矿洞 是我们之前挖的一个矿道 这里边是有岩浆的 我们下去 下去一直往前走 哎 等等 黄金 哦 这边还有我遗漏的黄金 可以可以 我们继续 看小地图啊 兄弟们 一直往前走 有一个小分支 这边有岩浆 我们只要把这个岩浆熄灭之后 咱们就可以挖黑钥匙了 好像就是这个地方啊 兄弟们 我们一直往前挖 应该就是可以找到岩浆的 哎 好的 矿道 这边有岩浆 可以可以 我们铺上桶水 小心点 这矿洞里边 肯定是有很多怪物的 OKOK 抓紧时间 我们在这边倒桶水 防止下边还有岩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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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害怕投袭 快点 快点 哎好 别跑 哦 差点掉岩浆里边 那好了 我们的黑钥匙已经就位 回家吧 把没有的装备 给它拆解一下 然后静静等待 我们的扫描仪 然后按钥匙 咯 就要扫描仪